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币圈,今天的币圈 早上的比特币一根大阳线,直接突破47000美金,现在有所回调 让我前两天说的,不管怎么样,这个ETF总是要通过的 可能通过的脚步就在后天 中国时间是后天,对吧 北京时间就在本周四,本周四的一大早 我这是本周四的晚上,凌晨1点钟,2点钟的时候,有可能就通过了 大家关注,现在消息已经放出来了 所以比特币已经price in了,到了47000 山寨还在蠢蠢欲动,毕竟没有确实的消息 跟进的比较慢,但我个认为确实如果是ETF通过 就直接上5万了,直奔之前的奥特币6万6万多 但是会不会有回调,那我们要拭目以待 我们要拭目以待,不可能一直涨的,对吧 可能会有回调 要不然很多人就做多就好了 开个三倍杠杆,三倍杠杆,五倍杠杆,做多就好了 好,Ruze Runner昨天 昨天我们有个群,对吧,已经满了,所以大家 大家要那个入新群的小伙伴 可以加这个小助手,对吧,加这个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呢,他会拉你们入群 他平时也比较忙啊,希望他能够 抓紧时间把你们拉入群 在群里面已经有一些alpha分享出来 好,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的群,对吧 希望大家一起来见这牛市啊,这个群是免费的 对吧,免费的 除此之外,昨天做推的Space 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小币,对吧,叫做 看一下 Turbos,昨天做的 在推的Space里面讲了,今天暴涨80% 暴涨80% 所以说,确实啊,选中标的还是很容易赚钱的 包括今天我在推的上也 相信这个mobile会拉一拉,为什么mobile会拉一拉 它叫黑链mobile,对吧 它跌 它跌瞬间拉盘了 瞬间涨了41.5% 他儿子还会不拉吗 不应该啊 应该是会拉的 除此之外,今天其他的也没有太多的 有意思的东西 其实是有一点啊,我还没仔细研究 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分享 我会仔细研究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 主要是curve curve,curve,curve,curve curve这篇文章啊 还没仔细研究,我会研究一下和大家分享 英文版文章啊 很有意思的这篇文章 civ is a ticking bomb 这个喜欢defi的人啊,像我正喜欢defi的人 可以多研究研究 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消息了 我还会今天晚上继续做twitter space 他的项目 没有看到有太多,比较忙的 社区我也会尽量的输出一些alpha 输出一些alpha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这里是韭菜兄弟 记得入群,入群交流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peace 进入群交流